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美關係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就是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國會議員 接連發動輿論攻勢 倡議要抵制北京的東奧會 至於大陸的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聽到這些消息之後 整個人就跳了制 竟然大罵英國的自由民主黨黨魁大為腦入水 另一單消息就是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所說 中國打算限制稀土出口 目的就是為了打擊美國的軍工業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我的短片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英國的自由民主黨黨魁大為 究竟說了什麼 令到胡錫進跳激 大為跟一些工會議員敦促英國政府和運動員要抵制北京的東奧會 他還說 中國西部所發生的種族清洗證據明確 英國和全世界都必須要對抗北京 並且使用所有可行的方法予以阻止 大為還說除非中國政府下令關閉在教育營 結束勞役和種族清洗維吾爾族 否則英國國家隊就應該杯葛北京的東奧會 大為說完這些說話以後 就激到胡錫進整個彈起 在昨晚他更加發了一條微博貼文 來反擊 胡錫進說 抵制2022年的北京東奧會是不受歡迎的 不會得到廣泛的支持 國際奧委會和運動員都會反對 中國將會嚴厲制裁任何響應這個呼籲的國家 胡錫進就嚴厲反擊 至於英國的大為議員 他就寫了一封信 去中國駐英國領事館 要求胡錫進去解釋 到底什麼叫制裁呢 胡錫進又再反唇相機 就說這個議員不知是不是腦子入了水 還是扮天真 胡錫進就說 相信英國是不會抵制北京東奧會 這樣將會是國際奧運會的災難 全世界都會反對 國際奧委會尤其不會接受 英國多數運動員都不會答應 中國作為東道國 哪個國家破壞北京東奧會 中國對他進行制裁 將會是替天行道 這個是胡錫進反駁的說法 其實從他這一段的說話就已經反映得出 其實大陸是非常看重北京東奧會 事實上也說 自從2008年的北京夏季奧運會以後 其實大陸也有很一段時間 沒有舉行過一些國際的城市 而舉行國際城市 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使得大陸能夠展示它的國力和軟實力 同時你也說 雖然東奧運會比起夏季奧運會的地位是有所不及的 只不過如果北京這個東奧會搞得成的話 北京就將會是全世界第一個城市 同時搞過夏季奧運會和冬季奧運會 所以面對這個情況 面子當然是很重要 現在忽然之間有些國會議員在 發動抵制 甚至乎有些還說要更改東道國 胡錫進馬上就已經整個彈起了 其實他就是擔心 如果有些國家真的不參加東奧會的話 其實就等於是故意落了大陸的面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他 說的延遲是很嚴厲的 甚至乎還說 中國將會嚴厲制裁任何響應 呼籲抵制東奧會的國家 當然在目前這一刻來說 暫時就沒有一個國家正式表態 說要抵制這個東奧會 只是有一些國會議員來推動 所以胡錫進現在都說得很大聲 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出現了一些國家 他是說要 響應這個呼籲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真的會實施制裁 如果是的話 隨時就出現了一些很有趣的情況 例如說 現在在美國 有些共和黨的眾議員 就已經提案了 說呼籲 美國政府 要求這個國際委會更改 東奧會的東道國 如果國際委會是不答應的話 美國應該停止派人去參加這個北京東奧會 是有人提出了這個議案 萬一通過了的時候 按照你胡錫進這個說法 即是說 美國將會遭受到嚴厲制裁 不是 這樣搞 如果有多幾個國家都響應的時候 到時中國的對外貿易是怎麼辦 所以胡錫進說這番說話之前 到底他有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還是他其實純粹是在表達個人意見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美國有些共和黨的眾議員 就提出了一個議案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這個議案其實就是等同於把波拋回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都口口聲聲說要關注新疆議題 包括了就是 拜登跟習近平總書記通話的時候 他自己也有當面提及過 說要關注這個議題 當時共和黨提出這個議案的時候 因為 民主黨現在就叫做全面執政 他就是掌控了 參議院和眾議院 只要他肯額頭的話 什麼議案都可以獲得通過 現在別人就是提了這個議案出來 民主黨其實就陷入了兩欄 如果他們去贊成的時候 就等同於得失了大陸 也會使得利益受損 如果他們是反對的話 他們的態度又露底了 平時口說什麼關注 全部都是找路襯 所以現在就陷入了兩欄 你要到表決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麼表態 很好 當然他們可以提出很多的借口出來 只不過 這個就要等到他 表決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得到 反正現在就是等同於 為民主黨落了一道難題 他們陷入了兩欄 好了 至於 另一件事是什麼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報道所說 說中國在研究 通過限制 出口稀土 打擊美國的軍工業 報道引述了消息人士透露 說中國政府曾經 詢問過業界 如果中國真的限制出口稀土的時候 會對於歐洲和美國的企業 造成多大的影響 他們又想了解 到底美國需要花多少時間 來尋求其他的稀土供應 以及加強自身的生產能力 報道還說到 說中國政府是想知道 究竟美國會不會因為中國限制出口稀土 而導致 在生產F-35戰機上 產生困難 而根據統計 每一部的F-35戰機 就需要 417公斤的稀土 來生產 當然稀土同時 亦都可以 生產一些手機零件 電動車 或者是風力發電機 當然現在中國控制了全球 八成的稀土供應 如果 暑時之間 說要限制對美國出口稀土 我相信 短期之內 怎麼都會有一個影響 說沒有就是騙人 因為你控制了八成稀土供應的時候 你說不供應給他 當然他就會拿手不成勢 到其實美國可以做什麼 第一 就是繼續 來耗用稀土的庫存 總之用到沒有為止 用得多少就先撐住 至於第二 就是他們會尋找另外一些稀土的供應國家 因為稀土的分佈 雖然在全球來說都不是很平均 但是其實有很多國家都還是有的 只不過大家就不願意自己來開發 因為搞這些開發稀土 就會造成 極大程度上的環境污染 甚至乎 那個開滑的地方 就會變成了 還有一種不可逆轉的破壞 包括的就是 那個地方可能 以後都沒有辦法再有直劈 種到出來 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在自己的國家 搞這一科 但是如果逼不得已 大陸真的限制供應的時候 那些國家 有利益推動的時候 可能他都會開發 當然 還有第三就是 美國來自主開發 其實美國本身都有稀土分佈 一個這麼大的國土 怎麼會什麼都沒有 而且也有很多地方 是 陷拆了 發現是有的 只不過美國就更加不願意來搞壞自己的地去 開採稀土 但是 當大陸使出這招的時候 美國是不是完全沒有辦法來解決得到呢 也不是 長期來說 他仍然是可以獲得稀土供應 當然 到底 在大陸如果真是實施限制這個稀土出口 到美國 拿得到一個新的稀土來源的時候 中間所花的時間是多少年呢 這個對於美軍來說都是一個考驗 如果這個時間太長的時候 當然 大陸就是會趁著這個時間來去追落後 如果說 其實這個時間也很快 已經是 知道哪個位置大概是有稀土 如果真是限制的時候 馬上就去開採 基本上影響就會很小 如果你問我 到底影響到最後會大還是小呢 我相信是小居多 因為美國不會預先不知道哪一處有稀土 所以 就等位置 你一停 他就去開採 我相信 美國就已經是制定好這個應變計劃 因為大陸說威脅限制出口稀土 已經不是今時的事 往時說打這個貿易戰 或者是其他中美爭端的時候 都曾經是傳出過這些風聲 只不過去到最後 可能外於那個經濟利益實在太大的情況下 就沒有做到這個限制出口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